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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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確定要唸出來嗎 閃電俠仁夫 她是慾望很強的那一種 好像只是在不爽說 她泡的不是雨柔喜歡的咖啡 到這個畫面看來 寫出聲答最不爽老婆 踩她什麼地雷 我氣你什麼 來 三位… 有她的雷妳不能踩到 對… 她有什麼雷 比如說不能刮到她的車子 對啊 你怎麼了 她會很生氣的事情 或者不能笑她單眼皮 她的底線在哪裡 而且雨柔答案已經寫好了 然後珞琪才找不清楚 妳好像真的跟她們 妳聽得懂意思嗎 珞琪 我依照這個畫面看來 真的 那個珞琪才開始直接過來 也是沒有珞琪 一起坐在冷空區 妳們送天生 沒有了解 生小孩 好 來 這樣答案 這樣答案 來… 我是什麼 拱唱歌 替我唱歌 替我唱歌 一樣的 亂搞 珞琪沒有答案 妳連答案都沒有 妳都不知道她的雷是什麼 妳覺得她沒有雷 我好像常常都踩到她底線 比如說 底線 妳隨便一條就好 隨便踩到哪個 我隨便剛剛講那個什麼車門 時間 各種 我都踩到她邊 她不配我的任何事情 是嗎 我生氣什麼事情她都會做 隔天睡醒像新的一樣 隔天還要自我家 妳好 睡醒 妳好 妳是誰 妳是誰 這麼巧 妳好 這是我的名片 來 Cue她唱歌不行的 不行 可是妳不就是模仿唱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森達非常 就是私底下 她是一個不喜歡唱歌的人 我們鄰居就常會聚會幹嘛 然後就是因為大家覺得 她是模仿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會說 妳學長學友唱歌 什麼拱氣氛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當大家在拱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不知者無罪 可是珞琪就是 唱歌 珞琪是知道的 她陪著起後 她陪著起後 她從頭到尾知道 但是選另外一邊站 跟我對著幹的那一邊 好 妳嚇一下什麼 好 這個確定要唸出來嗎 我想到這個 閃電俠仁夫 你知道嗎 因為我只要講說 今天要不要來就是幹嘛 她就閃 閃了跟什麼 她會逃 要不要妳想逃 閃炮 你閃電還快 弱子開始攻擊了 而且更快 閃電我們以為是她那個過程 我以為她有 那個才叫閃電 很快就會閃掉這樣 然後而且她 像我講說兩週一次 這個有點 對她太好 已經少了 都算是過年過節 蛤 就是很缺 真的節氣 久久一次還戴那個套子 你知道我就被我婆婆 就是說 你家我們已經一年了 你怎麼還沒要生小孩 還沒懷孕 這樣我說因為你兒子都會 不是妳的問題 對 我說你兒子都會戴套 她說要不要婆婆幫妳上面戳洞 我媽媽都會幫我說 我的天啊 我覺得生拿在閃 是不是在等那個 雨樓 你算是準備 不過雨樓也還沒 所以你們是不是想要一起生一個 不可能 她是慾望很強的那一種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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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吃心帶重 對 因為可能就太久了 你知道就會要兩隻 對啊 是 但是我也是盡量配合 然後買菜你就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 不是 我們是還沒有說 一定要生小孩這個打算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奇怪 你那個12點我們已經準備要睡 結果你那邊尬尬尬尬到一點 但是又不是要生小孩 我們在那邊 為什麼那個一定要生小孩 對啊 今天情人節就是愛的表現 那是因為今天情人節 可是昨天不是 昨天就是個普通的日常 日常而已 不是 情人節前戲 不是 情人節暖機 所以一定有這個前戲 暖機 來 請問 這個夫妻倆 關起房門一定會講 你為什麼要跟他們 那幹嘛 她只是一個朋友 而且她是女的 你們兩個揉揉抱抱 你們來 這一定會在意對不對 好 寫一下答案 可能又討論過 若子什麼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你確定 若琪你要不要先過來這裡坐 對啊 你真的假的假的嗎 若妮姐直接過來了 對啊 要不然你寫宋先生 我想起來 她好像也沒有很確定 為什麼自己當時會假 你是不是都偷看我們的 你不要一直偷看我跟榮 他們兩個一直一樣 對啊 1 2 3 泡熱咖啡 是 怎麼了 這是一件事 我是因為珞琪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買了一台義式咖啡機 然後開始在家裡面徒手 那個就開始練 練那個拉花 對 所以我拉花拉得比佑婷好很多 要有奶 不是 我不太懂 為什麼要把她去弄一個拉花 其實找我去的可能 像你要攻擊一隊 打那個奶砲 然後在上面拉 他很會打奶砲 對 奶砲這個東西 我們一把手的 後來就是拉到後來就是 幫她準備一天到兩杯三杯 後來每一杯這樣拉 就覺得 我的人生好像就這樣拉掉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做冰的 就不太需要拉花那個過程 所以後來我開始就慢慢幫她 上面先奶油倒一點就可以 是 就幫她做冰的 然後她剛好 她喜歡來我們家做客 她就喝過我的熱拿鐵 她就覺得 哇 怎麼那麼好喝 然後她就又想跟我學拉花 然後我就先教完她 然後又教她 所以她是我徒孫 沒有 她教我說對罵我 是嗎 就是對 就是比較不耐煩一點 對 但是 她教雨柔很細心 就是這樣這樣 靜妙七神 好像自己人都不太珍惜自己 好 朋友比較好這樣 但其實我會喝咖啡 是楊森達帶我喝咖啡的 因為我以前是 我以前從來不喝咖啡 然後是一直到我去他們家 森達泡了咖啡給我喝 然後一天一杯 一天一杯 然後常喝著喝著 我就覺得好像 然後我就也染上了 喝咖啡的習慣 跟我們一樣 我們也是 對 然後每一次只要我去森達 妳們 妳們 妳們這一組跟我們鋪他一樣是 我發現是妳們 沒有在避嫌 對 我還在講妳們 妳們那邊還閉了 妳們的口味比較重 我還沒講完 可是 可是我每一次去家裡面 然後森達就會馬上去 泡一杯熱拿鐵給我喝 但有一天很奇怪我去 若琪就主動說 今天我來泡咖啡這樣子 咖啡一拿出來之後 我喝了一口 其實我當下覺得 我的表情管理非常好 但是森達看出來我不對勁 若琪找得到咖啡杯 找得到咖啡豆 找得到冰箱所有東西的位置 可是她沒辦法分辨 牛奶跟豆漿 她是在哪裡都可以加 她加豆漿 咖啡跟豆漿她搞不清楚 你好像只是在不爽說 她泡的不是 雨柔喜歡的咖啡 因為你才是真正了解 雨柔的那個人 我都是一把手這樣子 但我沒有想到 要教她分辨牛奶罐跟豆漿罐 你們這樣已經從樓到尾 把若琪當作局外人 好可憐 現在這一次的見面 對對方還有感覺的話 有一點甜蜜 或者是有些好的感覺的話 請舉手 一 二 三 你看 確定嗎 你看 眼睛張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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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剛是這樣 沒有 她剛剛是這樣子 猶豫 她是猶豫 那妳今天有什麼東西要還的 要還 太傷人了吧 沒有 她送我第一個禮物 今天要還她喔 這杯 太煩 什麼東西啊 應該是假的才要還 因為看了有點心痛 所以還是還給她 看了會心痛 還是有感覺的嗎 對 那就先擺我這裡好了 你為什麼 你要幹什麼 沒有 這個又收到我另外一個浪漫的地方 讚好 就是我送她這個第一個禮物的時候 並不是什麼她的生日 也不是什麼節日 我就是真的是覺得 這個東西適合她 如果 如果是男女朋友的狀態 她覺得有壓力 那今天 而且又省一筆 然後這條項鍊我覺得是適合她 不論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 用朋友的立場 再送她一次 那我覺得你要再整個人 手桌也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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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她 手桌也不適合 手桌也不適合 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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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想要戴 但是看到還是會有點輕重 因為她說 現在已經不怕小天使 是 就是送給我 真的 那妳對她 一點那種好的回憶都沒有嗎 好的 有啦 有喔 妳現在有男朋友了嗎 沒有 她有了 我跟你講 什麼 美女 手桌收了 都說幾句好聽話都很貴的 那個 項鍊可以不要 項鍊不要 等一下 那妳為什麼剛剛會不舉手 因為不知道 她有沒有變啊 就是個性的 什麼變 因為我還是很想要請戴上去 我能怎麼變 好啦 如果再有機會的話 你願意再接受她嗎 如果 不是說今天 也不是說這一個禮拜 如果她沒變 你會不會對她 還會有好感 給她一點機會算 給她嘛 給她 這 現在買四萬多 這個時候 真的 你給她機會 我們收視率就不夠了 你們現在是要幫她找乾爹是不是 對 對 沒有錢都會來帥啊 我們那時候說分開 其實我沒有說得很絕 我們是說 我們再給對方一些時間 去找更好的 是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因為喜歡了她很多 喜歡她的人很多 喜歡你的才多 然後 這座竹好吵 好 後來 後來我就聯絡不到她了 然後 你跟我說我可以給妳等一下 她電話我有 主要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妳就留著 對啦 還有手桌 手桌 手桌已經戴起來了 手桌不適合可以在房間 好 有 有 自行 女人 她 柳